中醫 我們在最初學中醫時 其實是甚麼都要學的 是一個好像全人的教育 就是說你不可以只說我學中醫理論 就不學功夫 其實是所有的東西都要學 包括了中醫理論、內科、外科 外科就包括了怎樣去駁骨、做鐵打 還有你要學氣功、針灸等等 在外國或是一般現代的教育是很不同的 因為我們學習的時候是要跟師父 跟師父的時候 你根本就是要當那個師父好像你的父母親 你是不可以說 就是這樣就不去裏面 上完堂就快走 不可以的 你要去尊敬他 你要聽他說話 那他很多時候說的話是一面倒的 是他教你就要聽 你不可以突然間舉手問問題 因為師父不回答你的 而且你問的問題 如果經過腦筋想清楚才問的話 他也會當你是問一些很無聊、很意思的東西 他也不回答你 甚至可能他會覺得到你問的問題 完全是沒有道理 或者跟那個題目是不徹底的 他會叫你回家 因為他覺得到你根本都沒有準備上課 是這樣的 再加上就是我們要 不是說走到課室裡就可以 我們每一次上課是要好好的準備一個課室 然後上課之後我們要負責清潔 好像你看到的那些日本片 那些日本的功夫片 做完之後你要拖地 我們雖然沒有跟他拖地 但是我們就要負責幫他 整個地方整好我們才走 這個是我們一般傳統託中醫的做法 我們要負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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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負責任